美国可能检视是否延长向三千几亿美元的中国货 加征的惩罚性关税 来港支援的内地医护人员说 除了医学治疗方面 也会用其他方法照顾患者 大约100个平民 由乌克兰南部的港铁厂 车到乌方控制地区 今天是五四运动103周年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核心成员 到湾仔金字经广场观看星期来 星期仪式由警队负责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说 为了弘扬五四精神 宣扬爱国 进步 民主 和科学 培养下一代成为 具国家观念 赴香港情怀 和对社会有承担的人 以及加强青少年对国家的归属感 和自豪感 委员会核心成员 在五四青年节 到今次经广场观看星期来 亚洲博览馆社区治疗中心 今天关闭 来港支援的内地医务人员 也会在今个星期内离开 我们和内地医务谈过 了解他们在香港工作的点滴 早前入住亚博览馆社区治疗中心的 不少是年长 治理能力差的新冠患者 300名内地援港医护 3月起进驻协助 除了照顾病人医疗需要 也会用其他方法支持患者 阿爸很熱情地问我 英俊你会不会唱鱼鱼歌 可能有老人家的家人 陪不到你在他身边 精神上的支持 对他的病情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李省龙说自愿报名来港支援 日本之前经过两天考核和培训 熟悉香港的照顾流程 内地医疗队这块板上 他们就会写上他们管理的区域 当值的人员 新收的病人和重点交班的事项 内地医疗队说 特别安排年轻人手照顾长者 从事护理行业已经15年 36岁的李志华说 最深刻是应用中医知识 他说之后转转负责另一个病 病区白白都突然来找他 不少内地医疗也说 这次全力协助抗疫 未有机会游览香港 日后会再来旅游 无线电视记者张明恩报道 经济日报社评 受第五波新冠疫情冲击 本港第一季经济不单止倒退 幅度还要远超过预测 在这个艰难时刻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 明天起提早放宽个别社交距离措施 例如给市民最多八个人一台 庆祝母亲节 承言是食肆佳音 港府换届在职 防疫上需要积极协调 以求无逢交接 个别表列住所 何时可以再减限 会不会出新招 加速短节传播链 又或者为防范便宜 朱扎根宜变招 都要及早枯线筹谋 营造更合适的通关环境 商报社评 受疫情拖累 本港第一季GDP表现差强人意 当局解释是内外需求疲弱所致 部分防疫措施提前放宽 带来新希望 由市场到市民可以松一口气 而大家仍然需要以审慎乐观的态度 面对疫情 继续做好抗疫 切记过于松懈 以免疫情反弹 东方日报社论 著名影星曾光撤死在检疫酒店房里 刻向了检疫制度漏洞的警钟 谁知政府还未来得及正视 同类悲剧又重演 一个年近60岁的男人 在竹高湾独自检疫期间 为疑心脏病发突兴昏迷 时间几个小时才获送卷 最终返还伏述 在疫情已经大大回落之际 到底隔离检疫制度 是否仍然有必要存在 不能够不令人疑问 又到了中华略境时间 新疆卡拉昆仑山的新藏线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 上海援江团队 近日在这里建立四座驿站 为由人提供休戏之处 温然曲折的公路 盘船在新疆客拉昆仑山间 这条将新疆和西藏连接起来的新藏线 又称为219国道 平均海拔达到4500米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 而陷阳量更加只有平地的一半 要跨越新藏线顺时近一星期 上海援江团队近日在沿线 建设了4个休息站 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 休息站的建立 加上超市、餐厅、车量检查等 各种服务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 现时游客只需要2天 就可以到达西藏 自2019年以来 上海援江团队投入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在新藏线建立4个休息站 目前已经全部开始营运 大大圆线当地旅游设施 武士电视机者马心仪报导 湖南恒阳有00后女青年 师范专科研校毕业之后 放弃在城市生活 选择回家乡参加建设 做一个拖拉机女司机 我是曾晓瑶 今年22岁 我现在在我的家乡 湖南省恒东县 白莲镇的唐河村 春更时节 我就开着我的拖拉机 在田里面打田 2000年出生的曾晓瑶 由师范专科研校毕业之后 和大多数年轻人向往繁华的 城市生活不同 他选择回家乡 做一个拖拉机女司机 还当选村民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 自去年回乡之后 他就发挥自己所长 龙行那时积极参与村里面的各行事务 解决村民九分 开舍在老人家去到镇上的市集等 忘得不亦落父 龙忙那时有驾驶拖拉机 还兼任挖掘机首和物资云送园 成为乡间田野一度亮丽的风景线 无线电视机者黄线河不道 花位除了可以观赏 也有食用的功效 内地近期掀起食用花烹饪热潮 南京这间超市里面 食材鲜艳的菊花、玫瑰、末里等 可食用花位摆满冰箱 他们都是最近内地烹饪界的明星 这些花平时都是观赏性的 现在感觉这些花还可以吃的话 就比较好奇 把这些作为加到食材里面 可能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的 口感是很好的 在樊花盛开的春季 想和花位零距离接触的方法 就是吃到肚里面 民众会把它煮成果醬 用来泡酒、泡茶或者做蛋糕 超市卖的玫瑰花和槐花 平均每百克10元人民币以上 为了方便顾客煮食 更推出花位送菜包 我们把鸡蛋和槐花都处理好 摆在顾客可以看到 然后从现场去点 超市说食用花位的销量 正是不断上升 网上平台月销即获5000份 淮花订单 无视迪士记者 麦斯文报道 这是中华日影报道员 演唱组 版 decided 订阅 скаж 请 谢谢大家